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行军十天 日行三十公里 中国志愿军第九兵团重创美军王牌师 两里面将近一个多小时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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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校 两个少校 两个四个人 以血肉之躯冲击钢铁洪流 真实的长津湖战场远比电影更惨烈 两个人爆气十公斤的战斗 电人到后说 这个十公斤爆炸那是 它就是经济动力的 它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 拽电个手轮弹就不就坦克打掉了吗 经过没人拉开 就牺牲了 寻找英雄 寻找一个个曾经真实的生命 长津湖战役才刚刚打响 此时的志愿军面临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原先部署的作战计划 是准备全坚位于东线的美军 可是通过战斗发现 无论装备对比还是后勤保障 志愿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志愿军九兵团在出兵朝鲜之前 毛泽东曾经专门找过司令宋世伦 谈过一番话 指出九兵团在东线作战的重要性 特别提醒他 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打得不及时 将界就有可能失手 美军将从东面威胁志愿军西线部队 西线部队完全有可能 处于东西两线敌军的合围之中 必将造成全局上的不利态势 这是宋世伦出兵朝鲜的第一仗 也是不容有失的一仗 可是藏津湖一战的艰难 是九兵团始料未及的 总重伤八千多亿 所以天气气候太恶劣 再加上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 美国它是几件化装备 坦克其辞 它是这个装备 儿子战役 长春湖战役 我们打了四掌 我们这个连 开始我是副连长 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 我当连长 张成阁在长津湖一战火线提拔 当上了连长 这年其实他也才只有19岁 张成阁当兵入伍的时候是1944年 他的年龄比较小 只有13岁 当时连队专门成立了一个小鬼班 十几个战士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 张成阁是小鬼班的班长 他虽然也经历过解放战争 对战场上流血牺牲的事情 也算是司空见惯了 但长津湖战役 没吃没喝的艰苦作战 对他来说却是头一遭 解放战争开始 这种情况很少了 基本上没有了 有饭吃了 老母兄志愿 有饭吃了 到了滑海家 我们有饭吃 国民党没有饭吃了 比如我得上车跑 跑过来以后给他个馒头吃 高兴死了 那我们就喊话 我们这里用馒头 你来吃吧 他就跑过来了 那不一样了 在朝鲜上吃战役 确实是坚固 那暂时能够 压满班的东西 张成格所在的九兵团二十军 主要负责对陆战第一师的部队 进行分割包围 在长津湖战役打响的这三天里 被围困的美军 每天都在四级突围 他们所使用的战术并不复杂 飞机轰炸 坦克开路 完全是凭借火力的优势 张成格连队所组结的 是从下街雨里到新兴里的公路 几十辆坦克疯狂地 向他所在的阵地发起攻击 第一次坦克从我们的连冲过去了 我们一个战士叫高金货 就啪到坦克上去 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 拽这个手轮站 就不就坦克打掉了吗 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 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 打到坦克上摸着一点就算了 打不掉 口径太小 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 我们打不下来 陆战第一师 从下街雨里北上的突围部队 是要打通和新兴里美军的联系 他们一旦突破了志愿军的包围 必将合兵一处 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 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张成阁的阵地 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 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 但美军分兵两路 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 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 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 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 围堵坦克 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 张成阁也负了伤 把背打断了 叫坦克打的 打断了 以后跌上去了 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 一直多数年都不行 那牺牲的很多 没办法 现在想不起名字来 想不起来 张成阁能在长津湖活下来 算是捡了一条命 后面来志愿的部队 把他转移到了后方的救护站 进行了包扎 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 一旦负伤 湿血和寒冷 马上就会把身体冻僵 正是这样的原因 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 三天来的巨大伤亡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 他们用鞋血还来的 所以想起这个来 鞋里边都 一些战友 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 都很小很小的 一些战友 都没有过这个关 很多人 在长洪都牺牲了 所以想起这个 我们都满足了 真的 真的都满足了 据九兵团副司令陶勇统计 美军在长津湖的兵力总和 竟然达到了三万多人 比曾经情报所显示的兵力 多出了三到四倍之多 原本九兵团的目的 是要把长津湖的美军全部歼灭 可这一变故 使得全歼的目标难以实现 宋世伦在得到陶勇的汇报之后 面对着地图 仔细计算着敌我兵力 兵器情况 思索着新的作战方案 他觉得与其分兵同时攻击各处敌人 不如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敲掉被围之地 因此 11月29日 宋世伦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 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 首先消灭新兴里的美军第七师部队 然后转兵逐次消灭 柳潭里 夏节雨里等处的陆战第一师部队 还向作为预备队的第26军发出指令 让他们迅速行军到长津湖 增援20军和27军 在长津湖战场一到夜色降临的时候 美军的飞机就无法执行空中支援的任务了 地面的美军部队 也就会停止所有的突围和进攻行动 全部归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 长津湖新兴里的美军总计有3100多人 虽然他们装备着各种精良的轻重武器 但志愿军已经封堵了新兴里向外的所有通道 美军处于没有任何外援的孤立状态 11月30日夜晚 九兵团27军向新兴里进行了猛攻 238团首先突破了火炮和坦克围城的新兴里阵地 攻入纵深与美军展开逐屋争夺 敌我短兵相见 让连日激战外援断绝的美军显得士气畏缩 张桂敏所在的239团 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这个连将军一看 听起来这么一看 看一看是个敌人探住所一样 又是地图 又是这个撞击图的巷子 又是什么的 哎呀一看 躺那个还是个商销团长 所以还是个商销嘛 张桂敏这个时候并不知道 自己部队攻打的 正是美军第七师 31团级战斗队的指挥所 这个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被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 亲自授予了北极熊团的称号 而这位被击毙的美军军官 正是该团的最高指挥官 团长迈克莱恩上校 长津湖星星里的战斗 志愿军九兵团充分执行了夜战进攻 近战打击的战术 反而美军已经习惯了 步炮协同 坦克开路的打法 一旦和志愿军面对面的肉搏 打起巷战来 完全慌了手脚 只能边打边撤 物资装备也顾不上了 所以张桂敏在组织联队 进行追击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重火力的抵抗 美军就连装备金粮的火炮阵地 也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第一火炮挺在那个地方 那个炮口毛都没拿掉 什么叫炮口毛 就是炮口是不由毛子不呆着的 保护这个炮口 不禁个土什么 那个洞都没拿掉 还有炮帅那个地方 那个炮翼都没砸掉 说明他还没有自己 这个战斗状态 还在和平时期 和平兴趣的状态 所以邪人们火炮 一门也没东 新兴礼仪战对于美军来说 是个惨痛的教训 上校团长郑王 团旗被缴获 这个号称不可战胜的 北极熊王牌团全军覆没 志愿军创造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 唯一一次全坚团建制美军的战力 清兴礼仪战 让志愿军缴获了许多战力品 《青兴礼仪战》 让志愿军缴获了许多战力品 他有的小传国美军 他的供应很丰富的复杖都有 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此时下令 务必把美军消灭在撤离的公路上 我完全可以打你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打 就在志愿军享受胜利的喜悦时 美军正在想一切办法进行反击 这一天美国就把飞机烧在 长津湖一战的艰难是九兵团始料未及的 把杯打断了 抵我短兵相接 让连日激战外源断绝的美军 显得士气畏缩 敌那个火炮挺在那个地方 那个炮口毛都没拿掉 新兴里一战 在整个朝鲜战场里 具有着非凡的意义 宋时轮对新兴里的作战部署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没有被消灭的美军都被压制在了 1.5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之内 拼辞抵抗 更令志愿军自豪的是 他们在冰天雪地里 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赢得了主动权 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弃甲 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崔子班长说是大外账了咱们干干干什么 准备整个馒头 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 说你们当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个那个蒸 蒸馒头的布 那个那个班长说我这有 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 就就就就拿出来了 那最后说这个 这应长说不对啊 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 这上面这个秀的这么漂亮 叫那个梵衣 梵衣看说这是军气 湯气 这样才上交 他原来在薄的那个包袱里 当包袱片枕头 当枕头用的 毛泽东在给九兵团的来电中 专门提到 我九兵团数日作战 已取得很大胜利 不但在下节雨里将陆战第一团 及其他数部 僧元部队基本殲灭 而且在新兴里地区 将每七师一个多团完全消灭 如我军能将其他部队各个殲灭 在朝鲜战局上将引起很大变化 这个时候打下新兴里的志愿军 正在兴高采烈地在美军的帐篷里 寻找战利品 吃的东西 饼干 朝鲜很冷的 我们衣服都很 都是东北北的 那个衣服很薄的 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 穿美国衣服 美国的武器 卡冰箱 乘风箱 这个巴黎块 它的这个厂都很小 战利以后叫回来 饼干也有了 罐头也有了 糖果也有了 山上有的小残骨 美军它的供应很丰富的 那护照都有了 但是他去了以后 不是说我先大饱一顿 那战事里就派人 身强力壮比较好的 后来送给伤兵员 送给团长 指挥员去吃 非常感动 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 相当感动人 就是说好人让给清赏 清赏让给重赏 我也是好几天 好两天没吃东西 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的志愿军 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 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 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 有的战士还抽上了 骆驼红圈这样高级的美国香烟 就在志愿军享受胜利的喜悦时 美军正在想一切办法进行反击 下午两点的时候 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 匆匆地飞抵了下街雨里的临时机场 召集史密斯等陆战第一师的高级军官开会 确定东线美第十军所属部队 立即全线向咸兴新南地区撤退 特别是陆战第一师 要集中力量突出志愿军的包围 尽快撤离长津湖 并且授权它可以破坏影响撤退的一切装备 史密斯作为陆战第一师的最高指挥官 他并不想把自己的部队搞得丢亏卸甲 他想把士兵坦克物资装备全都带走 这么做他觉得代表陆战第一师的尊严 但同时他也明白 尾追堵截的志愿军 绝不会让他们轻轻松松地走出长津湖 因此史密斯命令属下的部队振作精神 发挥王牌部队的作风 要给志愿军还以颜色 我那个弟弟们原来是在后勤工作 经常去帮助拿到爬山去拿粮色啊那都是 他这个时候呢 跟后勤追击人的 追击人们晚上 他他没有 其他有的部队们都到山上去睡觉了 他等了一部分人就睡着公路边上 公路旁边 第二天呢 美国他就把飞机烧在 他当时没死 然后出上了 长津湖战役的时候 徐放是二十军五十九师政治部的主任 新兴李胜利之后 他的弟弟作为后勤人员 尽量帮部队收集粮食和给养 弟弟徐文华比徐放小十岁 当时二十六岁 可以说弟弟当兵深受徐放的影响 可是长津湖的战场上 徐放有自己的战斗人物 他看到自己弟弟伤势并没有致命的危险 特别嘱咐把他撤到后方去 和很多伤员一起安置在一个山洞里 在经过一段紧张的追击后 徐放还专门派自己的通信员去看望弟弟 给他带了一些缴获的美军罐头 我要派那个人 我去看看我自己怎么样 那送过的送不送不送 送过来是 隔壁团在团区干部 团区干部以外 一般的不送过内的 一去以后 他已经牺牲了 就这样子 东西在山洞里 这个也没办法 东西也不是他一个人 弟弟牺牲在长津湖 这让徐放的父母无法释怀 他们埋怨了徐放很多年 因为他这个做哥哥的 还是个干部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弟弟 哪怕徐放给弟弟一件大衣 一块毛毯也许就能让他挺过去 可是在长津湖 徐放没有一点办法 弟弟和众多的战士 都留在了长津湖的岸边 比方说是一个现在小干部 包括二字军的合警部长 还有二字军的团团团团 送不回来太远了 也许是人就去卖 总有一句话的 清山到处卖中国嘛 你不能说一定要送回国 不回来啊 所以他整整整整整整扇 这整整整扇扎门运造记忆观 没有几个人 自来一个人 大部分牺牲的都会回不来 毛最爱就要去扎 这扎门要是精神爱国出去出去 大家没有 有的名字都知道 有的名字也不知道 自从史密斯师长下达了向南撤离的命令 陆战第一师柳潭里的部队 开始向下界雨里拼命地突围 他们在撤离之前进行了兼闭清野 把所有的废弃物包括残留的口粮 收集到一起进行焚毁 由于他们把所有能携带的东西全部装车了 行军队伍还必须保持着战斗队形 抵抗不断追击和围剿的九兵团志愿军 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 九兵团司令宋世伦此时下令 一定不能让陆战第一师分散的各部会合 务必把美军消灭在撤离的公路上 徐邦里是二师军五十八师172团二营六连的指导员 他们连队的任务正是在公路上 阻截柳潭里南撤的陆战第一师部队 可是美军通过的时候 连队并没有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让五十八师的师长非常生气 当师长赶到阻击阵地查看情况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全联的战士有一半的士兵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他们如冰雕一般冻死在阵地上 而剩下的一半也都有严重的冻杀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洞上的人 下来的后头大哭 整位呢就劝他 或者师长的不要这样子 话没有说出来的 完 没有说完 死记 也下来的后头大哭了 所以说明呢 那是洞上非常的惨 有的手没得了 有的呢 这个这个 那个 这就没有了 有的就从这个骨灰 这个地方全都没有了 因为整个山 这个道路是跟我们丰盛 是我们卡住的 你是土匪 我是主力 我完全可以打你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打了 他做的是东上 打到最后没得被你了 从12月4日开始 美军在朝鲜东线的所有部队 开始向南方败退 志愿军九兵团虽然拿下了新兴礼 但美军陆战第一师的主力部队 并没有伤筋动骨 他们在下节雨里 已经形成了集结的态势 虽然开始撤退 但部队的后勤保障和战斗能力 并没有减弱 而目前九兵团 已经在长津湖作战了整整一周 严寒和饥饿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要想消灭 像陆战第一师这样的王牌师团 他们面临的困难 何想而知 未经许可,刀判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